在台灣 總統蔡英文親自出席全台最大的創新創業會展 2016 Meet Taipei嘉年華 見證新世代的創新能量 她一走進來看到很多年輕人平均都不到30歲 笑說果然是英雄出少年或少年出英雄的時代 台灣的經濟就要拜託你們了 她說 創新創業的市場只有年輕人可以做 因為年輕人有失敗的本錢 但不會讓他們面對永無止境的失敗 會拿出方案幫助年輕人創業 蔡英文說 我們會透過5加2的產業創新 擴大投資方案的計劃 打造一個可以支持創新活動的市場 並且特別獎勵長照 運能 以及故事更新的內需產業的基礎設施 基礎建設 我們結合智慧運動一起發展 第三屆Mitch Taipei創新創業嘉年華 共有280家攤位 吸引11個國際合作城市 60位獎者及評審參與 87組團隊DEMO 促成52組的媒合場次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梅建華也硬邀出席 蔡英文強調 台灣原本就是很好 有很好的創新創業的關係 我們擁有高度客製化 少量多樣的生產品質 也就是我們的中小企業 只要你有好的創意 台灣的工廠可以幫你做出任何的產品 這樣的製造能力永遠不會過世 這是台灣推動創新的優勢 蔡英文也提到 政府既有的體制法規 可能會成為經濟創新的阻礙 將支持公司法和科學技術基本法的修正 並簡化與放寬外籍人才的拘留規範 蔡英文隨後匆匆參觀一兩個攤位 看到製造三隻小豬的3D印表機攤位 她稱讚這是她看過最漂亮的3D印表機 數位時代榮譽發行人何飛鵬表示 2000年開始到現在為止 我自己的感受 台灣大概有將近20年沒有大型的投資 導致台灣現在我們看到了台灣經濟的軟化 台灣經濟的城門 這個展望已經是變成全世界所有的基金投資人 然後看台灣 然後關注台灣的一個最大的創業的亮點 所以她代表台灣 台灣市值最大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經呼籲 5加2創新產業政策當然是很好 但也不要忘了包括半導體在內的現有老產業 政府若只管推新產業 而把現在的都給忘了 恐怕新的產業即使通通成功了 也補償不了老產業的衰退 張忠謀直言 創新其實是分配的罪魁禍首 新舊之間的拉扯 有賴政府找出平衡點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 馬來購新都是 3巨大 1 37 4 8 9 8